好 民眾黨要發起 519草根決心行動 柯文哲號召群眾 519下午2點到民進黨中央黨部 到街頭上展現草根與行動的決心 民進黨總部站在北平洞的那一帶 所以他要上街頭拒絕巴勒票 問題是蔡英文就認滿了 你現在具體他又怎樣 我不知道就是照理講 應該在任期中跟他講 我要你做這個做這個 他就認滿了跳票了 對不對 他也跟李彥哲講 反正2025什麼能源不能源 我已經不再認上了 隨便你們 所以把李彥哲氣得要死 另外這個柯文哲他說 他說司法媒體憲政改革 通通跳票 所以你是開的是巴勒票 那我覺得他應該對賴清的要求 你新的總統你要做什麼事情 不只是監討蔡英文 另外他也開直播澄清三大案 優勢會就算說 你只是交小草怎麼罵市議員而已 你有解釋清楚嗎 因為他講 他說監化成這個案子容積率增加 是他轉交的 轉送的 不是轉交 轉送的 並不是交辦 這差很遠 轉送只是說 現在有個案子 陳清安轉給你 你自己看著辦 另外一次交辦說 這個是好好辦 或是說 你給他送到都委回去審查 是不同的 這不同的 大家不要看這個差很遠 那時候聽說講中正就是這樣 如果有些重要的案子 如果簽個中正好好給我辦 稱個屆石 不要管他 同樣的文章 簽不同的字 代表不同的意義 下屬立刻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 當然我中正屆石還是什麼 這個我有點記不得 但是簽不同的 比如我畫個頭就是好好辦 我畫一個腳就是不要辦 下面清清楚楚 根本不用講 下屬就知道上面什麼意思 議員說你是轉送不是交辦 你難道2014到2020 你做了班的事 都在台北市政府嗎 市政府甚至都在首發市嗎 都沒市長嗎 你是只是起承轉合 轉公文而已嗎 柯文哲又至於說 奇怪 你們是不是台志光 要辦我 我是檢舉台志光 你不是政治消費我嗎 那簡素培議員是說 會議就不是這樣子 會議就講得清清楚楚 你是什麼台志光檢舉 你不是檢主人 台北市政風處說 你如果檢舉你要給我個證據 你檢舉人 總要講根據證據 我檢舉誰 也沒有 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我是轉送不是交辦 連三天錄影片這回親上火線 解釋金華城容積案 並非交辦 但議員不買單 秀出當年公文 用語是奉交下 白環文不就是奉市長交下案件 我就說他又不是郵差 也不是收發市的 如果沒有他的同意 這個案子能夠拿得了 840的容積率嗎 即使柯文哲明明上次開記者會 說的是交辦 不是指示通過 現在又說是轉送 難道是心虛改口 科前市府也反擊 有些陳情案 根本不會進到市長這裡 好像是市長上對下 要求局處一定要執行 那這就是在請一個文字語了 不管是轉交 或者是交給局處 其實都是同樣的意思 藍綠頭皮就是柯文哲 親自簽合金華城 準右度跟榮基獎勵 是否是量身訂造 現在就叫檢調釐清 好 那麼到底怎麼回事 那麼我們有兩位 台北市議員在這個地方 來 憲穎知道怎麼回事嗎 我本身也是這個 金華城的台北市議會的 調查委員之一 所以我們看了很多的資料 金華城這個案子 的確裡面有很大的問題 我認為柯文哲難辭其咎 他不能把這個所有責任 都把它推掉 為什麼 因為金華城這個案子 其實有一點複雜 他是台北市最早期 從工業用地轉 商業用地 對 他是工業用地轉商業用地的 那工業用地轉商業用地 這個我們看了好幾個例子 像天母收購也是工業用地 轉商業用地 所有的那個工業用地轉商業用地 他的容積率最多差不多到 三百五十左右上效 就沒有了 那這個金華城他不但一開始 他因為他第一個轉 所以後來他就給他一個三百 台北市府給他認證三百九十二 已經比較高了 已經比較高了 但是他因為是第一個案子 所以他就堅持說他應該要三九二 還要跳五六零 三九二跳五六零 這個是怎麼來的 就是這個一個監委 劉德勳 劉德勳 後來他也跑去金華的相關的基金會 小沈的爸爸的基金會 那臺北市政府的態度是怎麼樣 那個時候好農賓的時候是拒絕 堅持 不要 那內政部的韓文 也沒有說你臺北市政府 一定要照監察院做 說你們自己決定 那堅持了一年半 最後在誰的任內 把他簽了通過了就是柯文哲的任內 因為臺北市基本上那個時候是反對的 他認為公用力轉商業院定 已經到了三九二了 這已經跟其他比已經好很多了 你看到三九二到五六零 這是第一個 好 光這個你就要負責了 這是第一個 五六零再到八四零 這個又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金華城那個時候 他要的訴求 他提了三個方案 這三個方案 大概都是要算 換算容易 差不多是六百七十二左右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金華城 他是公用力轉商業院 他蓋起來了 大概十一萬平方米左右 換算容積率是差不多六百七十幾 為什麼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拿到了工業的執照 所以這樣轉過來 有一個一二零二八四平方米的容積的保障 所以金華城一開始他想說 好 我要容積五六零 那我現在要 金華城要打掉 重新蓋的時候 你不是要只給我五六零 你還要再給我更多 那差不多六七二 可是在一百零九年的七月的時候 不曉得為什麼 他來找了市府的高層 那麼後來金華他自己發了一個 一個喊到台北市政府這邊來 他來說我的方案一二三 都是差不多容積率大概六百六百七十幾的 但我還要談第四個方案四 這個方案四是什麼 這個方案四是他來陳情之後 他跟都發局談好這個方案 這個方案是什麼 在一百零九年的七月三號那個 他來的時候 他已經要講他的方案是 就是韌性城市 要這個什麼綠能的獎勵 好 整個獎勵從五百六 再乘以二十Percent的容積獎勵 再乘以三十Percent的容積移轉 所以再乘以一點五倍 就從五百六變八百四 這個東西是史無前例的 但是他在一百零九年的七月的時候 我今天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我也是笑 我也是說這個 這個建商太厲害了 他好像先知一樣 他已經預見了 未來可以這樣子有一條路 從那個之後開始 後面好多的都市委員的會議 都一直的 一直都市委員 就照著他的這樣子的 一個方案式的方向去走 那麼其實那時候 台北市政府跟金華城 還有一個訴訟案 這個訴訟案是什麼 就是打行政訴訟 那這訴訟案就是說 台北市針對 因為金華城他覺得說 我們過去認證他 從392到560這個脫太久等等 我們的行政作業 擔演了他很多商業的機會 他說所以我們要補償他 後來行政訴訟誰贏了 台北市政府贏了 所以不用補償 也就是說不用給他容積的補償 那不用補償 可是那時候的都發局 跟都市審查委員會 卻不用補償 那我們獎勵 還是在搞一圈 後來就變560 就一直開 開綠頓就變840 不這是很奇怪 而且那天都委會開會的時候 其實都委會 他的主任委員是副市長 市政府怎麼跟我不關 你主任委員就是副 什麼事都是委員會決定 副市長是主任委員 我當過台北市都委會委員 我在議會的時候 那另外一點 那天市政府官員 很多都缺席 這更怪了 市政府官員顯然知道這是有問題的 但是既然我有壓力 我不得不通 我不來算了 沒了以後 到時候就檢察官員查 我沒有去 所以跟我不關 來 逸祥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跟現在一樣 都是在進化城的調查小組 對 我們今天早上其實有開會 事實上是這樣 我覺得真的很可笑 因為柯文哲是5月3號 他自己講他是交辦 他自己說的 這可以去查 現在他說他不是交辦 他上面也是交辦 他是轉交 他說轉送 轉送 他說轉送 我問一下我們行政體系 有轉送這兩字嗎 沒有 根本沒有轉送這兩字 你就是交辦 你就承認你是交辦 你5月3號也說過是交辦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對這事 真的是說話 不是很誠實 他是希望說 我要塑造說 我跟這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是送給人家 自己人家要怎麼辦 這是他家的事 但我們知道台北市的市長 不可能是這樣做的 一個這麼重大的案件 難道市府完全不知情嗎 超過100億元的利益輸送 難道台北市長會不知道嗎 所以我就說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要查到底 就是因為他中間太多疑問 太多不尋常的案例 但我最後只是拜託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民眾黨跟國民黨 在立法院裡面是合作的 但是我們在台北市會 該辦還是要辦 我相信我們台北市國民黨的議員 還是跟我們這個調查到底 讓真相釐清清楚 來 士烜 這個兩位都是在 天華城的調查小組 我們應該民眾黨也有一位對不對 宥辰議員 宥辰 好 那台北市的細節 我相信過去這一個半月 已經討論了非常多 我期待的看到什麼 如果有什麼關鍵性證據 指出哪裡 這個是有違法的 那是最好 因為說真的 柯文哲現在列為他治案 他現在只是有人去監裁院 檢舉他 就一定要分案列為他治案 這個跟貪污被告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這一陣子 這個貪污被告 這個名字就貼在他身上 我覺得這個對他是不公平的 既然台北市議會 已經成立了調查小組 那就尊重各位委員 就是好好的去釐清 如果有問題 那檢調會處理 如果沒有問題 也要還給柯文哲公道 台志光案子 從這兩個調查小組成立到現在 已經幾乎沒有什麼人在談了 講回來剛剛519這個 因為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我們拿著巴勒上街頭 剛剛趙大哥提到 過去民進黨答應的 憲政 國會 司法 媒體改革 全部跳票 八年開的都是巴勒票 全部跳票 因此我們要上街頭 519是蔡英文最後一天的任期 我們希望跟他算總帳 總結 提醒台灣的人民 過去八年你被騙了什麼 當然我們要展望未來 未來520上任的賴清德 你必須要繼續推動這些改革法案 很可惜今天在立法院 我們並沒有看到 這樣子的狀況發生 民進黨所有的委員 是盡可能的去阻擋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也是呼籲大家 為了改革 今天我們在立法院可以看到 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眾黨 針對改革 我相信是有高度的共識 所以519我們希望可以讓 不管是蔡英文 或者是新的政府 都聽到這樣的聲音 我補充端 補充一點 因為其實金華城之間 細節非常多 然後文件也非常多 所以講太多 可能大家會聽不太懂 但是我就用柯文哲 他常常會講邏輯告訴大家 他常會說這件事情怪怪的 好 怎麼怪 我先說當時候其實金華城 跟台北市政府 是有打過官司的 打官司誰贏 是台北市政府贏 也就是說當時候 其實柯文哲他可以很簡單的 他就告訴大家 這個樓地板面積 其實是不合常理 是不合理的 所以你看官司 其實也是判我贏 他可以這樣子利用檢查來背書 那就過了 可是問題不是 今天台北市政府官司贏了之後 然後彭政生他又私底下 再去幫金華城 告訴了金華城 其實還有什麼樣的方案 然後所以最後才會退回 就是說 我們才重來審這個容積率 所以其實他的很多的細節 都是不合理的 我簡單講 除這兩個細節 大家就知道哪邊灌碼 第一名就是台北市政府的官司贏 為什麼我們還要給他更多更多的容積率 第一 這是不是有陷入柯文哲 他常常在講不合理怪怪的 有沒有 有 第二 明明就已經是不合理的狀況了 為什麼我還要去重審 清華城的這個容積率 這也是不合理的 在這麼多不合理的狀況下來 其實柯文哲到現在都沒有講清楚 這也很不合理 因為不符合柯文哲的個性 大家還記得他MG149的那個時候嗎 他貼滿了整個牆壁 這是柯文哲的個性 他覺得他沒有做錯什麼事情的話 他要講清楚 他是可以把整個牆壁都貼滿證據的 可是這一次大家看起來是不一樣的 他其實說都沒有說到清楚 所以我們才會呼籲台北市政府 公開上網所有的資料 這是我們的主張 我覺得台北市政府一定會 調出任何的證據 但是如果以柯文哲 這個是這樣 我們調查小組的一開會 第一天我們就決議 我們不是要公審公務員 所以我們的所有的調查的會議 不上網直播 也不把這個 馬上把資料都丟出去 我們會錄音 我們會錄音 不公審公務員 可是你資料你不公布 卻一直每天在公審柯文哲 這個是很矛盾的 應該要一樣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 因為這個柯文哲他是當事人 如果你認為我們可能在講了一些 資料不正確的話 那你是不是可以針對這些資料 針對這些公務員 難道不會是當事人嗎 可是柯文哲 他其實並沒有針對 現在台北市議員做澄清 他做的事情只有去 不斷的批評台北市議員 而沒有針對台北市議員 講的東西去做澄清 對 他需要一點澄清 而且以前的公務員 可能也我們會約談 會希望他們能夠來講清楚 所以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都有已經排好 要約談他們就是來 最後會約談柯文哲 我們希望可以 但是不曉得他 他會不會來 好不好 民進黨出招 突襲要求表決 他本來圍了主席台 保護韓國瑜 民進黨說要表決 所以表決要回到位置才能表決 所以五四個國民黨被迫 趕快來回跑 所以形成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景象 這家兵三度道歉 道歉什麼 說非撲陳金輝 陳金輝的媽媽黃昭村委員 已經哭了 我們從小都沒有打過金輝 居然這樣被你撲倒在地 你什麼意思 然後張嘉賓說他是才到指滑倒了 滑倒了就抓到 稻草都要抓 不知道抓到誰了 他這樣解釋了 陳金輝還是不滿 所以雖然他跟他道歉 他說我活該被人家洗臀嗎 你哪裡不報 你報我臀部什麼意思 然後這個藍綠 大家開始吵架 然後徐曉星出奇招 然後笛子吹國歌 就是突然 就是你在一片混亂中 突然一個悠悠的笛聲出來了 這還誰 徐曉星 然後大家都不講話了 聽 魔音穿腦 到底怎麼回事 徐曉星我是要討野大家的身心靈 不要打架了 後來韓國瑜說 不能拿笛子出來 這違禁品 議場這是不能隨便帶 亂七八糟的東西去 所以民進黨立委很高興 說韓國瑜叫徐曉星 把笛子收起來 不能帶笛子嗎 到底哪些可以帶到議場 不是有些也帶什麼海報 帶亂七八糟的東西去 好不好 另外 徐曉星 秀民進黨黨籍挑釁綠營 王美會 蔡逸宇搶成一團 就是徐曉星拿出一條 綠色長布條 要放在王美會的脖子上 後來一攤開 不是違禁品 是民進黨的黨籍 黨籍叫做違禁品 要故意去耍弄民進黨 陳玉珍很厲害 金門女戰神 以一當時 以時當百 嚇得黃傑說不要碰我 所以民進黨要去突襲主席台 被陳玉珍擋下來 插好幾波 不過下午立法院休息了 我說為什麼休息 所以郭國文突然把秘書長 周恩來的文件 一把搶走 衝出一場 所以他們只注意到 韓國瑜會不會被突襲 沒想到周恩來被突襲 所以以後秘書長也要派人去保護他 秘書長很重要 文件被偷走了 他們記下去怎麼開會 念什麼 我們看一下 民進黨立委中嘉賓 想衝主席台 把國民黨女立委陳金輝一個熊抱 兩人直接倒在地 一旁的立法院長韓國瑜臉色鐵青 國民黨男立委趕緊支援 但想衝的還有下面就位 立委郭國文不顧形象 想用爬的也要上主席台 但交易卡位好的藍尾洪孟凱一檔沒成功 這下另外一邊還有女力開戰 名將女戰友王美慧和萬老師 直接對抗徐曉心雙方不斷叫囂 但才在討論事項的投票就已鬧轟轟 藍日白立委把議場當作白米折返跑 表決萬還要趕緊再回到正守崗位 但眼看不對勁院長韓國瑜 在國民黨立委開路之下 韓國瑜成功離開進入小房間 就連藝術院院也早已警覺 把一般立委使用的保溫瓶也換成瓶裝水 就怕有衝突 他靠著秘密武器讓全場沉默 就在一場內拿起直笛 開始吹奏國歌跟國旗歌 現場吵架聲音全被魔幻笛聲一片蓋過 一時委員不得攜帶麥克風 與議事無關之物品進入會場 並不得破壞議事設備 敬請各位委員選手 想當公道主哪一邊都不靠 還沒到重頭戲 國民黨民眾黨共提的國會改革無法 總共有64條的法案要表決闖三毒 韓國瑜就先休息先讓三黨冷靜冷靜 賴清怎麼看 如果這個就是賴清的所說的 反手為攻的話 立法院以後就永無寧日了 因為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我看民進黨擺出來的那個態勢 他就是來鬧場的 國民黨加民眾黨已經在議場外 首頁已經兩天了 但是今天一大早 鍾嘉賓委員然後洪遜漢委員 他們就是衝到前面去 要硬擠的進入這個議場 所以才會一開始就大打出手 你一開始這樣大打出手 後面其實真的都沒什麼好談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駐衛警 非常的倒楣 這個委員都是他們的老闆 然後這個王委員 把人家的帽子這樣子拿下來 這樣子打 我覺得這是很失態的一個做法 後面這樣子一潑潑 其實就已經我覺得 雙方就是殺紅了眼 可是我實在是想不出來 有些什麼非得這樣子做不可的理由 有什麼樣的議事進行到一個很關鍵的時候嗎 鍾嘉賓委員有需要這樣子 那個飛撲上去 然後把這個陳金輝委員弄倒嗎 我相信他也是在這種 很動作很激烈的過程之中 他也沒有注意到那個是陳金輝委員 但就算是南委員 這也是非常的不當 我覺得MINA為什麼要採取 這樣子的一個策略 平常的時候看起來 也還滿斯文的 不管是鍾嘉賓也好 或是郭國文也好 今天都這樣子的爆裂的演出 這個對於未來立法院的 這個生態來講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好的 一個開始了 然後就這個國會的 這樣打鬥來講 其實今天很有意思 因為早上就已經打成一團了 然後我中午在做廣播直播的時候 有大陸的網友就會說 今天這個打不算什麼 他們覺得以前在立法院 朱高正跟趙孝康那個才比較激烈 就想說你們以前 以前我們也都在現場採訪 結果那個時候的朱高正 他的抗爭 一方面在野黨 就是民進黨是小黨 然後國民黨長年的執政 特別是國會 還是在萬年國會的結構的情形之下 他們靠這種肢體的抗爭 來去凸顯這整個結構的不合理性 朱高正啪 一動就跳上去 跳上這個台子 然後這個余國華 在那邊要施政報告才講兩句 打地春悔 就打成一團了 就是以前這種場面 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那個一開始的時候 立法院我們這些記者 都是可以在議場裡面去採訪的 然後所有的這些委員在打的時候 都會注意那個角度 要給這個攝影記者拍到 後來覺得記者在那邊拍照 就是一個亂緣 然後就把記者趕到二樓上面去 可是我看現在這些委員 在打鬥的時候 也其實還滿重視角度的 會注意到說要被這個 要被這個鏡頭捕捉到 才算是有為這個 有為自己政黨的立場奮戰過 不過如果我覺得民進黨 也要好好的檢討 賴清德也要好好的看一看 如果說今天這樣子一個場面 就是他所說的反手為攻的話 我看賴清德 他接下來的日子不會好過了 對 這邊評論也這樣講 國會已經很久沒有這種 無場戲了 賴清德真能夠反手為攻 反手為攻是這樣的方式嗎 世軒 這個520馬上到了 我們剛剛前面也有 大家提到 我們有50多的訪問團 50多個 500多位的外賓在台灣 全世界都在關注 即將來到了520 我們展現給世界看的國會 是今天這個樣子 賴清德身為民進黨黨主席 要轉手為攻 對 反手為攻 表決可以輸 論述不能輸 這是他勉勵他們自家立委的 柯建民說了什麼 這會是史上最大的衝突 你一個執政黨講出這樣子的話 尤其要碰到禮拜五 重要表決的時候 你這不是激起所有人的火花嗎 所有人的憤怒嗎 這些在野黨的立委 為什麼禮拜五今天的表決 對他們這麼重要 因為這些改革的法案 都是你當年民進黨 提出來主張 但是這八年跳票 所以現在這些在野黨 在立法院 他們希望替民進黨來完成 他們並未完成的改革 陽廣法案 今天早上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委員 大家都有肢體衝突 尤其是國昌委員我就不講了 因為我太了解他的個性 他一定說這小事不用講 陳青輝委員一個女生 被宗嘉賓委員這樣情報 網路上所有年輕人 都留四個字 泛雲人類 泛雲人類 一個女性的委員 我相信不管是誰 今天如果遭受到 宗嘉賓委員這樣子的情報 我覺得那都是 感受上面一定是很難想像的 現在因為我們現在露營的時候 他們還在議場還在進行當中 我希望是經過這所有委員努力 所以這些改革法案這五個法案 可以順利的通過 因為這個對台灣的國會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陳偉 我覺得原來這就是賴清的 他希望的朝野對話 我真的不知道 在今天立法院看到這樣的狀況 今天的執政黨還有什麼臉 去情緒勒索 在野黨的這一些包含立委 或者是首長們 還要去520去在那邊 當臨時演員去幫他們慶祝 這真的是除了情緒勒索之外 就是不要臉 回來再看 今天大家應該都會很好奇 到底是要討論什麼 讓民進黨好像要請全黨之力 要來抵抗這個法案 其實說到底就是國會改革 完全就是國會改革 包含就是調查權 調查權 聽證權 這個事實上早在2014年 包含民進黨的立委 尤美女還有田秋瑾 他們都是已經開過宮廷會 事實上他們當時候也認為 現在的立法院他的職權 就是有不足的狀況 現在像剛剛施宣講的 完成當初你也自己認為 不足夠的地方 有什麼不對 再來藐視國會好了 我就問一句 今天官員在立法院可以說謊嗎 不行 可以拿假資料嗎 不行 可以不給立委資料嗎 不行 通通都不行 這本來就是一個很合理 而且就是事實的一個道理 到底有什麼不讓他通過的理由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今天走到這一步 打架還有包含反對國會改革 其實都是震盪心非常不足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民調 還有包含在網路上面的整個輿論 只會越來越對民進黨 有非常非常負面的一個影響 因為反國會改革 事實上大家就會覺得 那你是封建嗎 你是反動派嗎 這完全就是內民族 我想這也是民進黨 他們不希望被貼上標籤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國會改革 我介紹的他還是會過 只是說民進黨 他還是要把程序走完 基本上就是說 他這是增加立法院的權力 讓立法院有調查權 有聽證權 官員到立法院不能夠欺騙 該交出來 甚至立法院有人事同意權等 是增加 我問你這個案子 不管是哪一黨的立委 是增加你立委的權力 讓你監督行政院 你不是沒有牙的老虎 你是有牙了 再講哪一個黨 都應該支持才對 我覺得我跟你講 這樣的強力來杯葛他 到底為什麼 怕什麼 你真的怕行政院的官員 到立法院來擋不住嗎 我也不覺得 這樣有什麼了不起 有聽證 有調查 美國國會都有 我們只是因為被監察委員 拿去 監察委員現在是民選的嗎 監察委員只有一個 王美玉還算是這個 以前馬英九時代是留下來的 有時候還提出一些 比較重要的案子 其他是怎麼出來的這些監委 這些監委真的有調查嗎 真的有聽證嗎 有真的 擔負起這樣的責任嗎 沒有嘛 立法院把這個權力拿回 有什麼不對呢 賴清德總統的520就職演說之後 一般預料兩岸的關係不會變更好 可能會變更差 那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對我們施加的壓力 包括空中海上的軍事的演習 或是圍堵 或者是各種的挑釁也好 另外在外交上面可能會出什麼招呢 我們看到路透社今天有一則獨家報導 他說我們在梵蒂岡 這梵蒂岡是我們的邦交國 觀眾朋友梵蒂岡現在可能要在中國大陸 派設常駐代表 這是一個很大的信號 這是一個sign 我們臺梵關係會生變嗎 我們來看看 總統賴清德剛上任 臺灣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梵蒂岡 特地派出駐菲律賓大使查爾斯布朗 來臺灣觀禮 並與賴總統舉行雙邊會晤 不過現在傳出中泛關係可能生變 事實上特使在臺灣的同一時間 梵蒂岡國務卿書記主教帕羅林 仍正在大陸與上海教區主教審兵 進行會晤 路透社報導 帕羅林最新表示 梵蒂岡希望在中國大陸設立 常設辦事處代表梵蒂岡與大陸 外交關係的重大升級 梵蒂岡在上海舉行研討會 教宗方濟各還特地錄製影片 讚揚中國天主教徒為和平做出重大貢獻 並重申現在的中國天主教會 已和羅馬教廷共融 羅馬天主教到中國是傳福音 不是殖民 美聯社報導 梵蒂岡重申對北京政權不構成威脅 並承認早年西方傳教士 因為急於改變民眾信仰 曾犯下錯誤的談話 是梵蒂岡再次向大陸做出的重大表態 好觀眾朋友過去梵蒂岡跟中國 其實關係一向是非常緊張 可是現在看到從二零一八年開始 這個教宗方濟各 其實某種程度他有伸出橄欖枝 他們可能希望在中國大陸 有更多的傳教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把梵蒂岡關係正常化 列為優先的目標 所以這就是一個我們必須要 真的要注意的事情 那現在可能梵蒂岡這邊已經有一些動作了 有一些意向了 那民進黨政府有沒有什麼因應的方式呢 我們看到吳斯堯他說這是認知作戰 這是中方的外交打擊 沒有辦法不需要恐慌 大家不需要恐慌 所以恐怕我們的外交部是不是已經有掌握了 所以要大家不用恐慌 而另外還有一個國家叫做瓜地馬拉 是不是也有可能生變呢 因為中國大陸的官媒已經放話了 他說下一個斷交的國家就是你了 就是瓜地馬拉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包括最近這個我們的賴總統 也才剛剛跟瓜地馬拉的總統 這個視訊因為他道賀 祝賀賴總統這個就任 並且還護邀來訪問 所以真的會這個邦交生變嗎 所以這個到底怎麼回事 外交上面怎麼看委員 我想臺灣在整個國際外交上面 我們真的要好之為之 那尤其賴總統 當初我們可以發現到政商的關係 可以看出一個民意 第一賴總統講出互不隸俗這句話 本來股票是漲了一百八十八十點 講這句話下去 整整五分鐘疊 到底一百多疊 這代表什麼 代表臺灣人民對於這句話 是非常敏感的 不要說對岸 我是覺得范蒂岡這個問題 切切實實 我們在三四年前 范蒂岡的主教 就沒有派到臺灣來 很久了 我們從那個 從我們退出聯合國開始的時候 就降到代辦 代辦 代辦 本來是公使 接下來又代辦 所以再從這裡 可以秀到很多的情況 那這個也很難怪 因為中國天子教 有一千多萬人 所以你難怪范蒂岡 要跟我們對岸去做交流 那事實上剛剛好你賴清德 覺得說你們抗中保台的政策 似乎完全沒有要改變 所以才從你的這些 那個就職演收的時候 也沒有留下任何一個 兩岸和平的契機 所以說實在話 換蒂岡這些 不要說全部聽中共的 最起碼的話 我們的瓜地馬拉也是危險 所以我們過去也曾經講過 你們抗中保台的政策 到最後 到最後就是外交 外交部變成斷交部 所以這兩個國家 本來是對我們都是友善 所以我認為會因為中共的 積極的態度 會影響我們的邦交 這個是毋庸置疑 我認為這個部分 我們臺灣的政府賴政府 請你一定要去小心應對的問題 是 我們的外交部長 叫做林佳龍 林佳龍這個位子 其實不是他想要的 我必須這樣講 他沒有想過要當外交部長 所以我聽說他最近都在看CNN 很認真的在看CNN 來不來得及我不知道 所以這個怎麼辦 這個在外交上面 可能會有一些困難 因為你看中國大陸 他的反應這麼激烈 是但我想這個 大概也不是只有今天 那長期以來 臺灣在外交上的處境 我相信其實大家 國人都非常清楚 那尤其又是在我們選舉過後 那新任總統交接這種方式 這種外交恐嚇的方式 也都是長期每一任交接 中國都會使用的這樣的手段 那不過我們來看到這個梵蒂岡 我想剛才這個委員有提到 確實在中國境內有數以萬計 千萬人的這個天主教教徒 那不過就從四月份 單從今年四月份單個月 就有掌握的就有六起中共迫害 中國天主教教徒的情況 那這其中一個情況是怎樣 在安徽就是一個三位的教徒 他在晚上帶著這個惠眾的小朋友 一起唱聖歌 但因為沒有事先報備 所以都被抓起來 只因為沒有事先報備 然後違反集會結社就被抓起來 那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希望梵蒂岡 透過宗教交流的力量 讓中國可以理解到 信仰的自由是如何的珍貴 以及什麼叫基本的人權 所以我相信不只是在台灣 全世界的天主教徒 甚至我們對於自由民主是有信仰的 我們都非常希望透過梵蒂岡多點交流 也讓中共的政權瞭解是說 捍衛更多的這個宗教不被迫害 我們也是希望透過梵蒂岡的力量 可以讓中國可以更減少 甚至認知到宗教自由的這樣可貴的精神 我覺得民進黨已經在預備 梵蒂岡就是會跟中國建立正常關係 所以現在就要說希望透過你去感化他 我覺得外交關係不是這樣子處理的 520賴清澤的就職演說 我們看得出來大陸可能還是會罵罵嘞嘞的 這幾年大家都覺得說 你看大陸也是罵而已 都講得難聽而已 民進黨可能就沾沾自喜 他也不敢怎麼樣 美國勞大哥在我後面 事實上沒有錯 這幾年國台拜年或大陸的官方立場 都講得很兇對很多事情 但是行為上面其實相當自治 譬如說驚嚇事件 到現在其實大陸也沒有做太多的動作 然後譬如說四月份的時候 台美的海上不期而遇這件事 大陸那個時候就知道 可是他就吞了也沒講 直到美國的這個媒體爆出來以後 他只好又象徵意義的出來罵一罵 但是他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沒有做大動作 但實際上我們看到不管是在經濟上面 外交上面甚至國防方面 他就不斷的跟你騷擾 他就不斷的去防堵你 那你民進黨到底一方面 在那邊逞兇鬥狠的同時 你準備好十八套劇本去應應 這各方面大陸的挑戰了嗎 不只是外交 經濟也是 今天農產品 明天工業的 請問一下你們每一次都說 我們要分散市場 我們不要過度依賴 事實上你們到現在第九年執政了 我們還是沒有看到所謂的分散市場 是分散到哪裡去 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還是很高 只是因為疫情有降低而已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要怎麼樣去處理兩岸關係 說真的那是民進黨執政的權利 但是每一次都是拿全台灣的民眾 陪他們一起去賭 然後每次遇到事情的時候 就回過頭來訴諸團結 每次遇到事情沒辦法解決的時候 就回過來頭 你們要支持我們 你們要支持我們 我們要一起去罵大陸 好一起去罵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還是面對外交軍事經濟 不斷的被騷擾 不斷的被防堵 那民進黨第九年執政了 你除了訴諸團結以外 你告訴我們 你到底要怎麼去處理兩岸關係嗎 還是不處理 拿不出方法嘛 就是懲凶鬥狠嘛 是啦 不處理也是一種處理 今天520賴清德就職 我們看到這一幕 有人說是世紀同框 來看看 一百一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第十六任總統賴清德 正式宣誓就職 夫人吳梅如親臨現場見證 授與總統印信 請授與人 立法院院長韓國瑜先生就位 中華民國之喜和榮典之喜 這兩個印信 是歷屆總統交接最重要信物 歷經百年歷史仍完整保存 總統賴清德從立法院長韓國瑜手中 小心翼翼接下印信後 雙方握手完成儀式 兩人全程表情嚴肅 眼神幾乎沒有對視交流 而副總統蕭美琴接下印信時 臉上帶著微笑明顯柔和不少 國喜象徵國家權力授予 也代表新任期正式展開 唱中華民國國歌時 誰開口誰沒開口常被外界關心 透過總統府內畫面來看 前總統蔡英文韓國瑜陳建仁 蕭美琴等都有明顯跟著唱 但新任總統賴清德 從畫面看來嘴巴動作幅度不大 好 大家剛剛看到韓國瑜 跟賴清德總統兩個人同框 有網友做了一些細細的觀察 包括您看到這一張照片 賴清德 這個時候是韓國瑜 把中華民國國之喜 榮典之喜交給賴清德 可是賴清德怎麼搞的 你看他的嘴角是往下的 不僅是全程沒有笑容 嘴角還往下 而韓國瑜表情超數目 兩個人都沒有開心 一點都沒有參加慶典的 欣喜的神情 怎麼回事 不過緊接著蕭美琴 來接受玉璽的時候 看起來韓國瑜是有一點點笑容 兩個表情有一點點不一樣 另外剛剛在總統府裡頭 我們的賴清德總統唱國歌 無黨所蹤的時候 他是沒有唱的 嘴巴是沒有動的 可是到了外頭宣誓救食的時候 那一趴唱國歌 的的確確在媒體全程緊盯之下 賴清德是唱好唱滿 無黨所蹤 過去民進黨的朋友們 不想要講出來的無黨所蹤 不想唱出來的這四個字 賴清德今天唱好唱滿 有唱 嘴巴至少有動 這個媒體都有記錄下來 而另外我們看到 侯友宜是唯一六都缺席 就職典禮的市長 他喊話賴清德說 兩岸和平要拿出實際行動 因為侯友宜他是他的競爭對手 他落選了 所以他沒去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在典禮的最後 我們看到賴清德跟蕭美琴 都比出愛心手勢 希望國人守護榮耀台灣 而另外我們看到馬英九 有辦公室剛剛發出聲明了 聲明了 他說賴清德稱台灣是國民 這是違憲 這個兩岸恐怕會陷入 前所未有的危險 我們來聽聽看 我也要邀請每一位國人 和我一起 為孕育你我的母親台灣喝采 我們一起用行動守護她 榮耀她 讓世界擁抱她 讓她成為國際上 令人尊敬的偉大國家 我們大家都來討論賴清德的頭髮 因為今天總統府風超大 他的頭髮被風吹得亂七八糟的這樣子 來這個講台灣是國民危險 重點是這樣子 重點是台灣是國民 本來就是民進黨一個主流的意見 而且是主流的一個思想 賴清德他是超越這個的 他說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台灣 或台灣都是我們國家的名字 是這個樣子 所以各位要把它看完整 我想你們不要只是挑說 台灣是我們國家的名字 這個馬英九辦公室也要看清楚 中華民國台灣 台灣都是我們國家的名字 事實上國際上稱呼台灣 這個國家的名字就是用台灣 這個沒有錯的 所以我認為賴清德是不希望 在這上面去打轉 然後脫離這種所謂的國民的泥沼 我認為他是這個樣子的一個目的 那如果談兩國論這件事情 事實上在阿扁擔任民進黨推出來的 這個候選人擔任總統 之前我們在1999年就已經做了 就已經做了 我們那個時候為了阿扁要選舉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決議文 就是把中華民國是現在台灣的國家名字 這樣的一個決議文 放在民進黨最重要的 等同黨綱的一個位置的一個文件 所以這些論調 賴清德今天所講的這個論述 沒有超過1999年民進黨的 那個政策主張 所以我們已經走出離這邊 離今天已經那麼久的這個事情 我們已經走出來了 國民黨不要再跳進去 還一直停留在那個時間上的爭議 詠萍姐 正是因為從1999年到現在 已經過了25年了 已經四分之一個世紀了 很久了 結果民進黨還繼續停留在那個時候 的訴求 這不是很令人覺得很驚恐嗎 尤其是兩岸已經兵凶戰圍到這邊 剛才撿的那一段商案的話 各位沒有覺得過去20幾年來 聽民進黨的所有野台場 幾乎都是這樣講嗎 台灣是我們的母親 母親 因為台語我不是很會講 我們一定要擁抱他 我們一定要愛護他 一定要偉大的母親 我們要向你致敬什麼的 你這個有必要在今天 你的40%鐵板一塊 那些人打死不管台灣缺電 窮到什麼程度 所有小孩子都到戰場送死 這些人都會繼續投你 你還需要對他們訴求嗎 今天賴清德的要在520就職演說 他的目標是什麼 對外 美國已經表示對他的支持了 所以他的最重要的訴求對象 是要緩和跟對岸的緊張 所以你要有一些話 是針對對岸來喊話的 八年前的蔡英文懂得這些 結果八年後的賴清德 你為什麼不懂 那第二個 你對內來講 你今天是講去給你台獨派 這個心裡爽快的時機點嗎 你那個野台場 你已經不曉得講了幾千百場了 你講那個台灣了不起 我們擁抱他 作為我們的偉大國家什麼的 這個你們的所有的競選場 不斷在放送 你講了25年了 你今天可不可以講一些 對於60%沒有支持你的人 心裡可以安全安心一點 不會覺得說我們台灣 因為真的選舉制度有問題 我們這個民主有缺陷 所以我們少數總統 就可以凌駕在我們多數的民意下 然後立法院明明我們已經掌控了 國會的多數 已經反對你民進黨的很多的主張了 然後民進黨不洗用暴力 用血血 而且還要用群眾 來威脅這些多數黨的立法委員 剛好兩位坐在我旁邊 希望你們明天不要害怕 還是要堅強的守護主席台 還是要堅強的守衛下去 我的意思是說 你台灣你還要鬧到怎樣 結果今天該是520就職 你應該要訴求的對象 一個是緩和兩岸關係 你沒有做到 你把它當成民進黨的選舉場 講的就是李俊逸給我證明 25年前以來 民進黨一路講來的話 你有任何善意可言 你有任何善意可言 你有任何的改變可言 你有任何的大格局可言 沒有 然後對於內政的部分 如果說我們排除掉立法院 跟排除掉兩岸關係 60%民意最不滿的 就是你能源政策 就你能源政策今天講什麼 有沒有任何承諾 對於核電的問題沒有 他只有講說 我們仍然要倡導多元的綠能方案 然後他又保證不缺電 問題是誰會相信你 剛才甄宇講得很好 不期不待 誰有辦法期待 因為蔡英文已經講 我們不缺電 不漲電價講了八年 結果都是騙 全面一場空 既又缺電 然後又漲電價 桃園已經停電停到爆了 然後新北市也開始停電了 現在馬上接下來 就要輪我們台北 我們現在還沒有熱 這幾天還老天保佑 我們還沒有過30度 等到我們38 9度 所有的人都要冷氣全開的時候 你看看你會不會掉電 你會不會缺電 我們希望聽到賴清德 以一個總統的高度 做全民總統 團結台灣那樣的高度 講出一些話可惜 真的非常可惜 今天我們聽到的是熟悉的賴清德 在選舉場合講得熟悉的 好 明天是禮拜五 立法院是不是又會有 新一波的表決大戰了 我們看到昨天國民黨的立院總召 傅昆琦七早八早就守在議場的門口 說我要排隊 那接下來跟他一起接力首頁的 我看好像洪孟凱吧 還有其他人也一棒 接著一棒下去 那另外我們看到昨天 昨天賴清德以黨主席的身分 他在這個中職會裡頭發言 他感謝誰呢 他感謝這三萬人 湧進立法院反國會擴權法案 某種程度他也定調了 這些在立法院外的這些民團 或是民眾是正義的 那他再度向在野黨呼籲 喊話說你在野黨你要尊重少數 遵守程序正義 所以他以民進黨黨主席的高度 或者是總統的高度 講這樣的話嗎 你在野黨人數多 你要尊重少數 你要遵守程序正義 並且定調了 某種程度他在感謝這些人 那是不是一種召喚呢 你要他們禮拜五再來嗎 總統都講話了 我們看到朱立倫批評說 你綠霸凌多數 都你贏了 你人數少 你要尊重他們 你人數多 你也要聽他們的意見 所以立法院明天再戰 國會改革法案 我們看到國民黨開了國際記者會 說絕對對得起多數民意 因為現在我看到民進黨的訴求 就是說你們的國會改革法案 叫做擴權法案 所以他們開了國際記者會 要訴諸國際說 我們改革這個法案的內容 絕對經得起這個民意的考驗 因為老柯說話了 他喊話誰呢 韓國瑜院長 他說 你有可能在毀陷亂陣 國家會未來會永無寧日 他不斷的在威逼 或者是在喊話韓國瑜 並且說你藍白 在戰立法院 離應外合的劇本 這是離應外合 什麼意思 你們藍白一起 那外面的這個外合的就是中共 中共同路人像這樣的話 過去幾天 我們都有看到老柯在指控 那民進黨說老柯 柯文這個柯建民 你可不可以去看一下眼科 什麼叫做離應外合 你很奇怪 隨便給人家安一個帽子 柯建民進一步解釋 他說臺灣的立法院 已經是習近平的長臂管轄範圍 這裡是人大 這裡是中國在管的 副分析講 國有線報 民進黨明天可能會動員黑道 來傷我們的立委 來看看 其實選後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聽過 賴清德陣營 有任何人來跟我們接觸 立法部門 每天就是柯建民在罵我們 民進黨跟我們都 把我們列為拒絕反白 意思就是 不是不跟民進黨合作 是民進黨從未釋出善意 但和藍營合作到何時 柯文哲曝光 時間表 前半年我們就這樣 台灣民眾黨過去有一些 政治上的主張 我們在這個階段 是先通過再說 等到這個 我們想通過法案都通過 那就真的進入三黨 不過半的時代 我就覺得民進黨在反對什麼 因為這些都是民進黨 以前的主張 有的甚至是賴清德自己的主張 大批綠營為反而反 要協循民進黨 包括國會職權修法 柯文哲納悶 許多都是民進黨過去主張 眼看風向再也被批黑蝦 柯文哲忍不住大酸 民進黨自己就是全團最大詐騙集團 我看他這幾天在做梗圖 就是說什麼花東兩兆的錢跟法案 我跟大家講 5月17號根本沒有討論這一題 不管是認知作戰或者是帶風向 側風向 民進黨還是很厲害 送給賴清德四個字 莫忘初衷 要強話語權 當然也是因為自家立委 和國民黨在國會動作 引發熱議還登上國際版面 這民眾黨推主席登場 國民黨則有國際記者會 國民黨國際部主任黃介正也練習 即便前一天賴清德呼籲在野黨遵守程序正義 實質審議 但藍白正義不領情 舉例回籍民進黨沒把民主放眼裡 今非昔比 這個賴主席跟賴總統身份不一樣 講的話不一樣 召喚傷患人 你就是在認知作戰 你當總統 從520開始 你每天可以看到國安匯報 哪個比較緊張的群眾運動 聚集多少人 其實你是心裡面很清楚 我們也清楚 但我們不願意評論為什麼 因為我跟他是對抗方 我也不願意變成他們動員的一個能量 那你召喚這個就是在做認知作戰 你當主席 你感謝這些人 臺南市的官商勾結太陽能 一個幾千公頃 上萬公頃 你把它切成兩公頃 兩公頃 兩公頃 秦德雄 你當時有講話 你叫市長跟立委起來道歉 卡承幾基目大家知道 就你很清楚這些 但是你今天刻意切割 你來感謝這些人 你說程序要正義 記得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你就職 一月六號臺南市開臨時會開始 你總共有兩百三十四天 你不願意進來 市長不接受議員的質詢 有程序正義嗎 我們所做的每一個案子 而且裡面幾乎有二十幾個案 都是民進黨的案 一個字都沒有變 剛開始後面有兩個案 為什麼會有一百零四人贊成 因為剛開始我們支持民進黨的提案 他們不舉手 後來自己不好意思 不可以 以後人家會講話 所以後來有兩個案 有一個是八十八個人 八十八個人贊成 一百零八在現場 第二個 最後第二個案 一百零八在現場 一百零四贊成 他們也舉手了 他們算自己亂了 自己民進黨的案子 我們就三個案 我們兩個側 就剩下他一個 就表決他的 藍白支持 那你說我們提的案 這個要調閱資料 連部隊的資料都可以調 我跟你講部隊的資料可以調 是當年林佳龍 就已經提出來 為什麼洪仲秋 那個M十六被打的 那還有我在民意代表 每個民意代表幾乎 當兵受了委屈都來找我們 你不能跟部隊拿資料 你要怎麼幫你平反 那他現在很厲害 認知作戰 到部隊資料拿了 今天調了資料 明天習近平坐上就會有一份 高厲害 我又不是調你飛彈的資料 又不是調你雷達的資料 你部隊你怎麼跟這個兵 你懲戒他到底過程怎麼樣 讓他受了這個委屈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不幸 這個那麼多 當年民進黨都知道 他也提這些案 可惜等到我們要推這個案的時候 他就搞一個180度的認知作戰 這樣最重要就是所有的案 最重要 因為什麼都機密 你什麼都拿不到 官員不願意告訴你 雞蛋 疫苗 光電 通通論文都一樣 但是假如我們通過以後 這八年的官商勾結 很多資料會被調出來 你們在怕什麼 難道你有做虧心事嗎 難道你參與其中嗎 你為什麼那麼怕呢 這個召喚這些民眾到 來這邊包圍立法院 也是他們的策略之一嗎 我覺得 我覺得當然是 而且我覺得其實我們 大家在看 就因為連續打了幾場架 然後這個表決 然後彼此間的攻防 非常的噴口水 大家好像有點不太想理他 但我必須說 我真的覺得這幾天 有幾個很嚴肅的事情 我就一定要去面對他 就第一個我們剛剛講的賴清德 他是總統他剛剛上任 他怎麼看待兩岸之間的關係 他怎麼看待國會目前的狀況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他一上台之後 他就說他希望團結 他希望溝通 而且的話 他希望能夠理性 問題是那立法院裡面 嘲笑野大的民意 你在不在乎 他不是在想說 我們這個邁入第三任期了 是第一次有一個 同一個政黨 邁入第三任期 我們要迎向一個非常光明的 偉大的一個新時代 但這個新時代本身 你不但說你要變得謙卑 你有謙卑嗎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這個賴清德講到 首先要感謝這個場外的人 再來他又特別提到說 要尊重少數 請問在你過去八年 完全執政的時候 你是多數的時候 你有尊重少數嗎 為什麼你多數的時候 你沒有尊重少數 別人多數的時候 就要尊重少數 對不對 那為什麼 我覺得你執政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 一切東西都是該去做的 那別人主張的時候 就一切都叫國會擴權 所以我覺得他本身這件事情 看得出來 我覺得他整個的反手圍攻 事實上對於賴清德來說 他認為的國會的溝通 只要以他的意見為意見 才叫溝通 以他的意見為意見 才叫做真正的改革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事實上第一個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個我覺得在場位 這個部分 我真的覺得有點 講失望 我覺得已經太輕了 我覺得民進黨已經 就是已經沒有進步 就是不斷的已經耍廢到 他只有反中這一招嗎 你看今天沈柏陽針對軍演 他還說這個軍演本身 看起來就是衝著 這個立法院裡面 而國民黨要進行 這個什麼國會改革三法 這什麼跟什麼 有什麼樣的關係 今天民進黨 如果真的要談兩岸關係 要反中 要談主權 你去談主權 我覺得是一種談法 你把主權把反中 跟立法院裡面 談國會改革 怎樣去監督行政權 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把兩個東西扣在一起講 代表就是說你對於目前你的主張 等於是你沒有自信 所以你才會拿這個反中的話 來去躺賽說 都是因為這些人 復肯齊出了大陸之後 然後雙方居典裡應外合 所以回來就要搞這個國會改革 這到底什麼跟什麼 我覺得是第二個 很誇張的事情 就對民進黨來說 除了意識形態 除了反中這一張牌之外 已經連續打了八年之外 還有沒有別的牌可以打 那最後又回到這個國會改革 我真的很嚴肅的講 今天對於民進黨來說 你隨便去找 我真的覺得這些年輕人 如果你真的關心台灣的公共政策 關心台灣的民主的話 請你花點時間上去找 不要民進黨 為你什麼樣的說法 你就通通都相信 有關這個國會改革的內容 2012年林家榮提出來 我告訴他那時候 有哪些人連署 連署的人包括了像是 什麼陳廷飛 管碧林 現在已經在行政院裡面了 許智傑 黃偉哲 他是台南市長了 鄭麗君 現在也是非常被重用的 郵美女這幾天還出來講話說 要針對這個事情要控告 蔡其昌前立法院的副院長 段儀康等等 新姓目前的大佬 這些人當初連署的林家榮 這個案子 國會改革案 他要什麼 他就是要國會調閱權 而且他當時要國會調閱權的話 甚至比起黃傑說 那現在這個官員如果不告訴你 他吃什麼早餐 就要被罰嗎 這是什麼樣的水準 我們立法院的這些委員 你會去問官員吃了什麼早餐嗎 我覺得他刻意去講一些很沒腦 我相信很多人會批評他 腦殘 低智商 但我覺得我不管黃傑 是不是腦殘低智商 而且重點是你把老百姓 看到腦殘低智商 你認為大家今天這個所謂的 國會的所藐視國會或者調閱權等等 他是要經過院會的 不是我今天講了 說我覺得你要回答我 你今天早上吃什麼 然後你不回答我了 我就覺得你要去拿去關 我就要你罰二十萬 不是這個意思嗎 他院會要同意 甚至你調閱什麼文件 那我認為你不應該 你拒絕調閱給我 一般人你要請你來參加這個聽證會 你拒絕聽證 或者你在這個聽證當中 你說了謊話等等 你都要經過院會的決議 然後送到相關的 比方說這個刑事的過程當中 甚至相關的罰款 不是說你今天這樣做 我今天哪一個立委 該怎麼樣 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部分 都反映出來說 對於民進黨來說 更不用講說 他們現在列出幾個什麼 沒收討論什麼 沒收散會 沒收投票 你隨便真的是隨便去找 2017年有關前瞻預算 大家都知道前瞻預算 是民進黨的最大的一個前根法案 8800億 當初在審前瞻預算的時候 邱毅營把一個六個委員會的聯席 會議當中 大家在討論這個東西 她就說我有權利停止討論 她說根據立法院執權行政法 第32條 主席有權利停止討論 然後通通停止討論 然後就開始一直連念 哪一條條文哪一條條文 連念了十一個條文通通送 就通通就結束了 然後直接送到院會去 誰在沒收所謂的討論 另外你隨便再去看 2021年 我就很想 你只要願意去Google一下 你就會知道說 今天誰在說謊 誰在愚弄百姓 2021年總預算案 我們看到國會裡面首度史上 有人停止討論國會的總預算 就是政府的總預算案 因為行政院覺得說 你不要討論了 我就是要讓你過關了 所以直接的把你從委員會裡面抽出來 抽出來 連委員會都不用討論 直接抽出來 禁負院會 這誰幹的 這明治長幹的 他是完全多數 所以這些話 你說什麼 什麼沒收討論 沒收散會動議 當初柯建民也就已經說 我們就覺得不要再討論了 直接不准提出散會動議 我們不處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不只是卓氏金飛的問題 而是在一個執政黨 他面對一個新的局勢 他並不尊重所謂的新的民意 而且他也不尊重有百分之六十的選票 其實對他是失望的 他只念在這 還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聽我 要不然你要怎麼樣 是這個樣子的嗎 而且動輒的 當你說不過人家的時候 當你表決表不過人家的時候 你就要說對方 你就要抹黑別人 甚至你到整個醜化國會 都在所不惜 我覺得這是臺灣的執政黨 該有的民主素養嗎 你只要主權就可以 就不要民主了嗎